你的满足让我疼痛 作者孙道荣 多年来 他靠石荒供养自己年已久旬的老母亲 住在破旧的昏暗的漏雨的小屋 吃着自己捡来的和别人送的食物 穿着从垃圾桶里捡的别人丢弃的旧衣服 72岁的他一点也不觉着自己有多苦 面对文讯而来的记者 他勾搂着腰 牙齿几乎掉光的嘴巴 笑起来很瘪很甜很满足的样子 已经困顿至此 还有什么值得他如此满足 他说自己三岁时父亲就去世了 本就贫困的家庭如雪上加霜 是老母亲四处讨饭 才艰难的将自己和弟弟拉扯大的 他说过去娘要饭养活了我 如今我怎能不养活母亲 靠石荒捡破烂 他养活了年玉花甲的自己 还养活了自己年迈的母亲 靠自己养活老娘 他感到很满足 他住的棚屋是在一条狭窄的胡同尽头 自己搭起来的 虽然又破又旧 钻风漏雨 但毕竟是自己和老母亲的一个窝 好歹还有一个立锥之地 他感到很满足 每天他都会帮老母亲烧一壶热水 泡泡脚 帮老人家捏捏麻木的脚板 煤球买不起 烧的是从附近的烧烤店 讨来的碎煤屑 看着老母亲 眯着眼睛很舒坦的样子 他感到很满足 冬天来了 天气越来越冷了 每天晚上 他都会先上床 为的是先把被窝污热 早上 他又会赖赖床 迟一点爬起来 他是怕自己起床早了 冷风钻进被窝 洞着老母亲 外面北风呼啸 而自己可以赖在床上 多陪一会儿老母亲 他感到很满足 白天 他要出去拾荒 只留下老母亲一个人 守在窝棚里 怕老母亲受凉 而他又买不起热水袋 于是 他就自己发明了一种实用的热水袋 他用饮料瓶灌满热水 塞在老母亲的被窝里 这样 不仅可以暖脚 老母亲渴了 还可以掏出来喝点热水 因为这个小发明 他感到很满足 在他破旧的窝棚里 除了他和耳朵狠背的老母亲 还有一个生命 一条他捡来的流浪狗 一次 他外出石荒 在垃圾堆里看到了一只流浪狗 小狗的一只眼睛是瞎的 他觉得小狗很可怜 就把自己捡来的骨头扔给了他 就这样 流浪残疾的小狗跟着他 回到了窝棚 小狗每天跟在他后面 他累了 他就在他的腿边蹭来蹭去 像个孩子 小狗很懂事 从来不挑食 只肯他捡回来的骨头 忠诚的小狗 给了他和老母亲 无限的安慰 他感到很满足 贫穷 疾病 估计 这就是他和老母亲艰难生活的全部 除了老母亲 他几乎一无所有 然而 他竟然很满足 他真的觉得很满足 他的满足 让我疼痛 我有个朋友 不久前去一个边缘村落办事 村里的孩子好奇的围着他们 因为没有准备 他们没带什么礼物 最后 几个人把皮包翻了个底朝天 只炒出了几块饼干方便面 还有一个人参加婚宴时 随手扔进包里的几袋喜糖 他们很难为情的 将这些东西分给了孩子们 他们没有想到 孩子们分吃喜糖的时候 脸上流露出 非常惊喜和满足的神情 孩子们说 他们很少能吃到糖 那种很少体味道的甜蜜感 让他们异常满足 朋友说 那一刻 孩子们的满足 让他的心无比疼痛 对不起 我们忽略了你 寒风中 勾搂着腰的老母亲 挂着鼻涕 露着脚趾的孩子 你们困顿 窘迫 无助 坚强 你的满足 让我如此疼痛 我末子 所以说 他对我来说 是否 我来说 我来说 我来说